拳雷達甚至於守備人的各個指標呢 事實上都優於中性 喔 這一球留不住啦 滑野方向 Homura 陳金鋒本季的第十一號拳雷達 現在很明顯整個變速球裡面是高了一點點 不管是紫插 這個好像是紫插球的 但有球的味道 蠻高的 那陳金鋒也在他的內角球裡面 我們說過的 他本來就是他的最優球 最優的那種地方的位置 他絕對不會放過 哇 就一上來呢 這個有些時候球場上就是這麼微妙 該得分了之後沒有得到 下半局呢 機會就輪到對手了 而且是很殘酷 第一個球就過去了 他領先的是牛隊的張泰山 十四隻 這球一打出去就已經答案揭曉了 雖然今天這個方位呢 反而還頂了一點點的側封 中地向隊呢目前暫時領先的新弄紐隊 這個球打到了抓野方向 又是 不用打右外野啦 都打左半邊啦 沒有 這是應該是陳金鋒本身的 背力的關係 實在是 這個球呢 好像不然高空煙火一樣 在天空停的時間也滿長的 結果最後還是撈得出去 今天呢是 單場雙翔炮 那樣高健三整個面對到 藍六熊隊的打擊群裡面 事實上面對八個打者都投得很好 唯獨對陳金鋒事實上 這個球事實上他也很刻意在 拼又在投球 也沒有說故意投到黃中或是內角 他很好幫你打出去 這也是陳金鋒呢 回國以來 單場 第一次 雙翔炮 之前呢都是一場比賽呢 頂多就是打一隻嘛 今天看起來真的是要全力出擊了 今天呢拳雷打已經追了兩隻回來 打點數呢已經是逼近50分打關了 目前已經來到49分 陳金鋒呢硬是拉了起來 這一個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中外 再往後退 再往後退 第三隻啊 三響炮 今天 各位觀眾 今天誰比台風還厲害 就是陳金鋒啊 就是這個風 就是這個風 這個風今天濟壓台風啊 嚇死人了 我第一次看到同一個打者裡面 三個打型裡面都是全力打 今天真的沒話講了 比較開玩笑的 比較開玩笑的 可以直接接受賽後單場MVP的訪問 當然條件是藍就得贏了 哇 今天第三隻全力打 擔場三響炮喔 今天呢 這個 稍稍冒一點點台風的這個 全力打事實上真的我們只能證明說 陳金鋒真的揮棒的速度 真的是很快 嗯 只要稍稍你不留意的話 你看他的擊球動作 事實上他也沒有刻意說要打全力打